Open AI 在前天 2 月 15 日發表了一個最新的影片生成 AI 機器人 也就是 Sora 消息一出,震驚了全世界 因為 Open AI 釋出的 Sora 的作品,效果真的超好的 對,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 AI 生成的影片 而且製作方法超級簡單,只要輸入一串文字 也就是所謂的咒語或 prompt 來看這部影片,他下的咒語是 一部關於 30 歲太空人的冒險電影預告 他帶著紅色羊毛編織的摩托車頭盔 在藍天和岩墨的背景下,以電影風格拍攝 使用 35 毫米膠片,顏色顯眼 就是那麼短 就是大家看他裡面的運鏡還有切畫面什麼 全部都是你輸入完這個 prompt 之後他自己生成的 根本就可以當作電影了吧 而且他們說是完全沒有後製的 自從去年 AI 熱潮 大家可能對像是 Mi Journey 或 Trash GTP 這些內容生成的 AI 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們內心可能都知道 AI 生成影片這一天 遲早會到來 只是沒有想到會那麼快 要知道在這個 Sora 出現之前 AI 生成的影片都是非常粗糙的而且搞笑的 現在就很像是幼稚園突然跳擊到大學生的那種感覺 也讓之前那些在做影片生成的新創公司 直接下課 謝謝 可能改天也換我直接下課 那 Sora 到底為什麼跟之前的 AI 相比 進步幅度會那麼大呢? 看看這些小狗蓬鬆軟軟的毛 還有雪的質地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這個 AI 勢必要對現實世界的物理有所了解 譬如說反射、倒影、物品 它的材質跟紋路如何隨著時間變化跟移動 他必須要了解跟吸收這些東西 才能創造出我們人類腦海當中符合邏輯的影片 而且還不止這個樣子 Open AI 在官網上講了一句我覺得很恐怖的話 他們是這樣講的 他說我們正在教導 AI 理解跟模擬物理世界的運動 目標是訓練出能幫助人們解決 需要與現實世界互動問題的模型 這句話好好地閃一下 他其實已經遠遠超過2D影片的範圍了 就是這些 AI 機器人 原本是沒有辦法理解現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因為他們就是活在代碼當中 原本就是只能從文字推理 然後紙上彈兵 但是他們看不見真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現在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已經聰明到可以觀察現實世界 並且模擬現實世界了 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已經有眼睛了 只要他們可以理解並且運用這些物理規則 模擬書3D的空間也是遲早的事情吧 會不會開發開發者就出現了另外一個宇宙 不過雖然他雖然看起來非常厲害 他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像這部影片很明顯就是沒有邏輯 或是這部影片裡面的狗狗 他會各種自體繁殖或是穿越 然後再來看這部阿嬤吹蠟燭的影片 就是人的視線很詭異 然後手部也超級怪的 那這些缺點其實在之前Midrani都出現過 等於是AI模仿人類的一個弱點吧 但相信要克服也是遲早的事情啦 那Sora的出現會影響我們哪些事情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影片的拍攝成本會大幅下降 不知道大家過去一年有沒有多多少少聽聞 因為AI繪圖的關係 平面繪圖的薪水有大幅下降 如果是這樣子推理的話 Sora就會讓影片製作成本大幅下降 看看這些AI生成的空拍影片 你要做成廣告或是電影的開場都毫不違和 或是這部跟車的空拍影片 感覺也可以用在遊戲場景生成 原本要花大錢佈置場地 請演員訓練動物 甚至出動空拍機的畫面 以後都一瞬間就可以生成出來了 在看影片的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情離你很遙遠 但其實這些片段 你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滑道 你也不會覺得怎樣 就跟現在很多平面廣告其實都用AI生成一樣 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 但它其實默默的影響非常多人的工作 就是有點像溫水竹青蛙吧 當然YouTuber也會首當其寵 我自己覺得短期之內是有利於YouTuber生存的 像是老高或是X調查這種講故事的超級適合 但他們的片話也不用很精緻 而且這種新科技爆發的時期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好投入YouTube的機會 只是看你願不願意花力氣去嘗試跟學習而已 中長期柯想有的是AI可能可以取代主持人之類的 大家以後看到我可能就是AI生成 然後我就永遠都停留在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就要講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假消息 就是大家看到現在所有SORA生成的影片 它的右下角都會有一個匯動的浮水印 來代表它是AI生成的影片 但是說實在話 有心人士如果要的話要把它消掉也是非常容易的 這種技術以後會不會被拿來詐騙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今年又是美國總統大選 感覺這個工具放出去就會蠻危險 目前這個SORA並沒有對大眾開放 他們只有開放一小群的測試人員 來評估它的風險或潛在危機 另外他們也有邀請一些視覺藝術家或是電影製作人等等 不過都是屬於內部測評的部分 然後OpenAI的CEO Sam Altman 也在Twitter上面PO了更多AI生成的影片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影片 也可以到他的Twitter上面看 這邊插播一下 就是我剛剛看到黃仁勳受訪的時候 被問到未來教育應該要著重在哪一個領域 我覺得他回答非常好 他首先否定了繼續學習電腦科學或是程式設計的必要性 他說AI就是把我們從寫程式的門檻解放出來 人人都可以是程式設計師或是技術專家 這部影片講的SORA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我覺得你現在想要做什麼事情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技術門檻全部都會因為AI而降低非常多 從去年的文字生成、圖像生成到現在的影片生成 不管你想要嘗試什麼事情 不管是創業或是培養興趣 這都是一個超好的時間點 因為接下來要比的就全都是創意了 所以建議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他訪談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貼在下方 那我個人覺得未來呢 例如說Vision Pro跟SORA合體的話 那真的會不得了喔 就是以後看到的世界都是虛擬世界這樣子 話說回來呢 我們的Vision Pro快要到貨了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怎樣的測評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然後如果SORA公開測試的話 我也會第一時間來告訴大家 也記得要追蹤我的IG story消息會最快喔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是不是覺得很恐怖 哇 X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